观察者挖图居然被人用狙击枪一枪爆头而亡 复仇者联盟开始全力调查观察者到底是怎么死的 最终他们的目标锁定在盗取了观察者眼睛的眼球怪身上 眼球怪将观察者眼睛里面深藏的秘密像炸弹一样释放出来 在场的所有超级英雄都得知了一些和自己有关的秘密 而浩克则是得知了一个托尼斯塔克隐藏多年的秘密 因此浩克注定要和钢铁侠托尼斯塔克有一场大战 这便是今日要讲的故事 原罪 浩克大战钢铁侠 拿好可乐薯片爆米花奶茶汉堡炸鸡 精彩故事马上开始 时间回到好几年前 当时还没变成浩克的班纳博士与托尼其实是相识多年的老友 班纳博士与托尼都因为天才智商而惺惺相惜 但瘦小的班纳个性古板 他只喜欢研究自己的伽马实验 而托尼则是忙完工作后喜欢去花天酒地 时间来到观察者之死的几周前 布鲁斯·班纳在一场战斗中被敌人攻击导致脑损伤 幸好托尼史塔克的哥哥阿诺史塔克用绝境病毒治好了班纳博士的所有伤痛 但班纳博士也因为绝境病毒而发生了一些性格上的变化 他变得更加古皮 一心沉醉于研究当中 不过绝境病毒也带来了一个好处 那就是抑制了班纳博士的愤怒 即便是在发现观察者被杀害的情况下也没变成浩克 但托尼史塔克开始越发担心班纳博士的变化 再然后便是眼球怪释放了观察者眼珠子的秘密炸弹 毫无疑问当时在场的浩克与托尼史塔克都一起受到了影响 观察者眼珠的秘密炸弹将托尼和班纳博士的记忆混在了一起 大脑灌入班纳博士记忆的托尼仿佛自己变成了班纳博士 并且他仿佛亲身体验一般感受到的班纳博士被伽马炸弹变成浩克的痛苦过程 托尼很难想象班纳博士该有多绝望 更恐怖的是托尼想起了一个自己隐藏多年的秘密 他的记忆回到好几年前 当时的班纳博士正在向美国军方介绍自己研制的伽马炸弹 只要这个伽马炸弹明天的引爆实验成功就能创造一个新的时代 但是讲台下的投资商和军方都听反了 他们只想知道这个花费26亿美元研制的伽马炸弹现在威力怎么样 罗斯将军需要伽马炸弹能成为比核弹更有威慑力的武器 因此心急如焚的罗斯将军直接来到班纳博士的面前逼问 但班纳博士支支吾吾不愿意迎说 这时响起一个声音打断了罗斯将军的逼问 来者正是捧着一杯鸡尾酒的托尼斯坦克 他的出现刚好帮班纳博士打的原厂 托尼作为每年都能研制出新武器的军火供应商 罗斯将军自然是愿意给托尼一些面对 随后托尼扭头开始看向班纳博士研制的伽马炸弹 他夸赞班纳博士研制的伽马炸弹真的是一个天才发明 但是托尼坦言说班纳博士研制的伽马炸弹威力太小 托尼口无遮拦地说道 是因为伽马炸弹的隔热罩有问题 过度加强了 班纳博士想要阻止托尼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罗斯将军逼问班纳博士为什么要刻意削弱伽马炸弹的威力 班纳急忙解释自己能研制出威力足够的伽马炸弹 但是他还有一个可以双赢的研究 这时不满意的投资商维勒上来逼问班纳博士 最终班纳生气了 他愤怒咆哮让所有人安静 然后他娓娓道来 原来研制伽马炸弹并不是他的梦想 他帮助军方研究伽马炸弹的同时还在研究伽马射线 只要研究到位了就能用伽马射线造福人类社会 到时候解决饥荒和治疗癌症都是首当年来 这才是布鲁斯班纳的伟大梦想 可是这个梦想遭到了罗斯将军的批评 因为班纳博士的职责是制造威力巨大的伽马炸弹 而不是故意限制伽马炸弹的威力来骗人说炸弹还未完成 这时候托尼还想要站出来打圆场 但是却被愤怒的班纳博士嘲讽 说他是战争贩子 托尼被班纳博士这一番话羞辱到 如果不是被人拦着可能就动手了 托尼表示班纳博士不要太天真 他想研究伽马射线造福社会也是需要资金支持的 而提供资金给他的人都是班纳嘲讽的战争贩子 班纳博士不愿听这些话 于是请托尼滚出去 在托尼转身准备走的时候 班纳博士又说话了 他嘲讽托尼是个酗酒无度的酒鬼 托尼非常生气 他真的觉得自己被侮辱了 但他也决定不和班纳博士计较 拿起自己的鸡尾酒转身离去 时间回到现在的复仇者大傻 被观察者眼睛的秘密炸弹波及的托尼施塔克 从回忆中惊醒过来 在他面前的人正是希尔特公和美国队长 但是在他眼前的希尔特公和美对谎不间 似乎变成了李克琼斯和罗斯将军 托尼觉得自己此时就像是当年的班纳博士一样 等他彻底清醒后 看到眼前的人的确是希尔特公和美国队长 托尼站了起来 连忙问浩克去哪里了 美对表示浩克被秘密炸弹波及到后醒来就跑了 托尼知道大事不妙了 他立刻穿戴好装甲飞了出去 既然自己的大脑混入了布鲁斯班纳的记忆 那么也就说明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布鲁斯班纳的大脑里也混入了托尼的记忆 说不定班纳博士已经知道了最终的秘密 此时班纳来到尘封已久的伽玛实验基地 他来到这个浩克诞生的地方 想要找到一份纸质资料 因为在班纳博士的大脑中出现了一堆属于托尼的记忆 记忆中托尼居然在修改伽玛炸弹 不仅如此 托尼还是在喝醉酒的状态下进行的修改 班纳博士心里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 那便是托尼·史塔克因为班纳博士的嘲讽和怀恨在心 于是故意破坏了将要进行引爆实验的伽玛炸弹 结果导致班纳博士变成了浩克 托尼便是罪魁祸首 美国中部 一处不知名地方的汽车旅馆前 汽车旅馆的老板正焦急地等待着谁 这是一辆红色跑车在老板的面前挑一停车 从上面下来的人正是大名鼎鼎的钢铁侠托尼·史塔克 他来这里便是为了买下这间荒废已久的汽车旅馆 老板立刻在支票本上写下一串铃 然后生怕托尼返回 立即踩死油门离开 而托尼之所以买下汽车旅馆当然有他的原因 这里曾是距离伽马炸弹引爆实验场所最近的汽车旅馆 当年托尼·史塔克便是在这里过一夜 经过一番搜查后托尼找到了一个自己非常熟悉的东西 高档酒的空瓶粉 而这便是一切的罪魁祸首 托尼彻底想起当初发生什么了 视角来到班纳博士这一边 班纳博士还在寻找托尼真的修改伽马炸弹的证据 他不愿意相信托尼居然真的私自修改了伽马炸弹 但是他越想越起 班纳博士无法说服自己去相信托尼 很快班纳在档案室内真的找到了一份文件 那是一张发票 上面写着 史塔克工业伽马炸弹监管测试 每天消费两瓶50万美元的陈年威士忌 这便是活生生的证据 托尼不仅动了炸弹 而且还是被罗斯将军的美酒收买后座 在托尼·史塔克的记忆中 托尼的确被叫到罗斯将军的办公室内 而且罗斯将军真的买了超级多昂贵的美酒 罗斯将军用美酒收买托尼·史塔克 并且要求托尼去检查 伽马炸弹上的过度加强的隔热罩 如果隔热罩真的是个问题 那么托尼可以随意动手修改 当时的托尼表示班纳的确是一个天才 但他也是真的很爱美酒 所以他也同意帮忙 当晚托尼回到汽车旅馆内品尝自己的美酒 他找来了布鲁斯·班纳 然后请求布鲁斯·班纳能够同意他检查一下伽马炸弹 但班纳博士不同意 托尼并不计较白天时和班纳的争吵 他仍旧觉得自己身为班纳的朋友 自己应该出手帮忙 帮助班纳把伽马炸弹调适到更好的状态 可是班纳博士并不同意 并且把这一切都当做托尼的罪话 托尼再度蹲蹲蹲喝下一大口美酒 然后毫无遮拦地表示 伽马炸弹的隔热罩是错误 并且表示只要经过他的检查和调整后 伽马炸弹一定可以为班纳博士带来数不清的钱 觉得托尼不可理喻的班纳博士推了一把托尼 然后表示自己这辈子都不会让托尼碰伽马炸弹 他不像托尼一样是个卖武器赚钱的商人 班纳博士真的只是想继续研制伽马射线造福社会 于是班纳博士大声嘲讽道 你终究是个战争贩子 而我是在造福社会 托尼和班纳博士狠狠吵了一架 在互相辱骂一顿之后 气愤至极的班纳博士转身就走 托尼举着酒瓶追了出去 然后不断臭骂班纳博士 并且表示班纳博士的伽马炸弹一定会出错 最熏熏的托尼回到卧室中 他看着威士忌酒瓶开始自言自语 最终最熏熏的托尼把酒瓶子往后一扭 托尼决定了一件事 不管班纳同不同意 他都要去偷偷修改班纳的伽马炸弹 不想起这一切的托尼是塔克整个人都傻 这件事绝对不能让布鲁斯班纳知道 如果让布鲁斯班纳知道自己当年喝醉酒 偷偷修改了伽马炸弹 结果导致布鲁斯班纳被伽马炸弹变成耗壳 那么自己就死定了 另一边在史塔克宅邸里面 布鲁斯班纳正在改进绝境病毒 事态紧急 班纳博士没空向阿诺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 班纳只需要阿诺把改进后的绝境病毒注射给他 如果出事了 班纳自己全权负责 阿诺健壮 知道自己拧不过班纳博士 于是只能照着班纳博士的要求做 两条机械臂带着绝境病毒出现在班纳博士的身旁 然后分别往左臂右臂注射绝境病毒 很快要笑起来了 班纳博士眼眸顿时变成绿色 下一秒班纳博士的衣服被撑爆 他化身成体型巨大的浩克登场了 阿诺很害怕愤怒的浩克会大开杀截 却不料浩克扭头温柔地说道 没事的 别害怕 谢谢你的帮助 接下来浩克要使出全力去砸东西了 阿诺被眼前这带有正常人理智的浩克吓到 但是很快温柔的浩克变成了面目猙獰 咫牙咧嘴的浩克 他表示自己之所以会变成浩克都是托尼斯坦克的错 于是他问阿诺 他在哪 阿诺 你知道他在哪 原来被班纳博士改进后的绝境病毒 可以让浩克保留班纳的意识 但是浩克暴躁的脾气终究没变 没有从阿诺嘴里得到托尼斯坦克消息的浩克很生气 他决定亲自引托尼斯坦克出来 随着浩克双脚打开大伙拍在一起 恐怖的掌握引起了爆炸 瞬间摧毁了整栋屋子 浩克很生气 他现在只想亲手撕了托尼斯坦克 与此同时在800英里开外 刚调查完的托尼正开着车 他突然接收到自己的住宅被袭击的警报 卫星图像里他的房子已经彻底被摧毁了 而在废墟当中赫然是布鲁斯班纳变成了浩克 这一刻托尼明白班纳一定知道他做的够当 只见托尼这台红色汽车酷酷咔咔开始变形 各种精力的机械结构开始装在托尼的身上 很快托尼穿上更厚重的新款钢铁装甲 直接一飞冲天 托尼很快飞到了托尼斯坦克建造的未来制度 在这里有托尼需要的备份数据 并且这座高科技城市更合适战斗 托尼成功找到了自己当年使用的旧手机 并且从旧手机中提取到了当年的录像数据 当年他丢掉酒瓶子后 直接奔向伽马炸弹引爆试验场 在这里用罗斯将军给他的权限畅行无阻 并且成功私下拆开了班纳博士的伽马炸弹 他当时不仅修改了炸弹 甚至还拍照留念了 一想到这托尼都觉得不可思议 当年的自己怎么这么傻 也就在此时 浩克找上门了 突然出现了浩克急速冲过来重拳砸在钢铁装甲的后面 紧接着托尼和浩克一边扭打一边掉了出去 幸好托尼穿的是最新加强型的钢铁侠装甲才没受伤 然后托尼立即激活整座蔚来之都帮助自己战斗 只见路边的居民的脚底开始出现液态金属 这些液态金属将所有居民完全包裹起 很快整个蔚来之都的居民都被液态金属保护 然后自动飞向避难所躲避这场即将发生的战斗 所有居民已经全部撤离 蔚来之都的建筑也开始酷酷咔咔变成两门重炮 巨大的炮口立即释放能量炮攻击 浩克遇到无敌的固举正面承受了所有攻击 但是当攻击结束后浩克却仍旧没有受到致命伤 突然托尼冲出来并拽住浩克的头 然后托尼把浩克丢向一条超级巨大的机械臂 巨大的机械臂中锤砸落 将浩克硬生生砸进水泥地里 这一套连招打的浩克赶紧求饶 浩克从废墟中爬起来 并且居然真的在道歉 托尼以为浩克冷静下来了 赶紧过去安抚浩克的情绪 没想到浩克画风一遍 原来这都是他装的 拥有班纳意识的浩克只是在骗托尼靠近吧 下一秒浩克重拳出击打中钢铁霞装甲 托尼释放掌心炮将浩克推离自己身边 却立刻被浩克丢来的建筑物砸中 托尼想要找个机会好好向班纳博士解释一下 但浩克却根本不给托尼解释的机会 浩克体内的班纳博士人隔袍笑道 你背叛了我 面对如此恐怖的浩克 托尼终究还是慌了神 他立即激活埋在城市内的炸弹将浩克炸毁 当然整个城市的街道也同样被炸毁所 在爆炸发生的时候 托尼已经跑到了下水道中 此时他的加强型钢铁装甲已经快报废了 托尼必须前往装甲库里换一身新的装甲继续战斗 就在这时候钢铁装甲系统出现错误 居然开始继续播放自己手机里的录像 录像中他的确修改了班纳的伽马炸弹 但他还做了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此时托尼进一步意识到事情到底有多严重 托尼不断地说道 哦我的天哪 布鲁斯 我真的对不起你 布鲁斯 他做的这件事绝对不能让布鲁斯班纳知道 如果布鲁斯班纳知道了 那才是真正最糟糕的事情 但托尼此时还是得赶紧换上新的装甲才能保密 在这身装甲即将报废的时候 他终于来到了自己的机甲库内 换装甲这一幕不得不说有些似同相识 很快托尼斯塔克在原先自己的装甲上套了新的装甲 那便是最新加强版的反浩克装甲 虽然每一款反浩克装甲都避免不了被浩克拆掉的命名 但他这次很有信心 觉得一定会有用的 就在这时托尼注意到危险降低 浩克已经追着托尼来到了装甲库这里 他凶神恶煞气场十足地说道 啊哈 你在这呀托尼 在另一件即将被我拆掉的装甲里 下一秒托尼双掌瞬间释放威力及其巨大的高能掌心炮风向浩克 托尼此时只能祈祷自己也许能够打赢浩克 他将反浩克装甲的全部能量倾泻出去 许久之后攻击结束了 整个装甲库都被高温融化了 但很可惜 托尼还是想得太乐观了 浩克和他的无敌裤子仍旧毫发无伤 并且正挥起拳头朝着反浩克装甲起来 托尼在这一瞬间瞪大了眼睛 然后便失去了意识 意识朦胧中托尼听到有人在叫他 但他根本看不清眼前的人是谁 随后浩克一巴掌扇在托尼的脸上 托尼彻底看清了眼前的人 正是浩克 此时的托尼身上的反浩克装甲已经彻底被拆了 只剩下变形的驾驶舱把托尼困在里面 而浩克此时已经趁托尼昏迷时 把他带到了当年的伽马炸弹引爆试验场 托尼现在很慌 而拥有斑难意识的浩克开始喋喋不休 他怪托尼当初擅自修改伽马炸弹 导致自己变成现在的浩克模样 因此浩克今天要彻底出了这口恶气 托尼趁浩克转身喋喋不休的时候搞小动作 他的双手冒出电流 似乎在制造什么 班纳不断述说当年托尼擅自修改炸弹这件事 但其实浩克有观察到托尼在后面搞小动作 他立即转身并大喊 我知道你在搞小把戏 我可是个天才 托尼说道 我知道你是个天才 我现在就靠你的天才智商来救命了 随后托尼的手掌心弹出一堆伽马炸弹的数据模型 托尼说道 因为天才的你一定能够看懂这个东西 浩克立即俯下身去看这堆伽马炸弹的数据模型 在反复查看了许久之后他问道 这就是你对伽马炸弹做的修改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浩克立即扬起拳头 但他没有砸下去 而是沉默了 许久之后浩克缓缓说道 我觉得我应该说声谢谢你 浩克坐在托尼的面前 然后表示是时候来一场久违的谈心了 紧接着平息愤怒的浩克变回了瘦弱的布鲁斯班纳 托尼向班纳博士道歉 而班纳博士则是问托尼当年做了什么 视角再度回到多年前 原来当时的醉醺醺的托尼史塔克 真的打算篡改伽马炸弹 只要缺少一个关键零件 就能让伽马炸弹的引爆实验失败 但是托尼却在这时候看着威士忌再度陷入思考 因为托尼良心发现了 他的确不太喜欢布鲁斯班纳 但他仍旧和布鲁斯班纳是朋友 因此他决定不报复布鲁斯班纳 而是决定好好检查一边伽马炸弹并进行改良 就在这时候托尼史塔克发现一个超级严重的问题 那便是伽马炸弹的隔热罩会影响伽马炸弹的威力 错误的设计会导致伽马炸弹的压力将会急剧增加到极高的成果 因此这个伽马炸弹的威力甚至会变大五倍 如果明天引爆这个炸弹 那么整个试验场的人都会被炸死 因此托尼改良了隔热罩 让伽马炸弹的威力下降了许多 托尼对班纳博士是真的服气 身为和平主义者居然意外造出威力如此之大的炸弹 还好他发现病改善了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而托尼史塔克还在想班纳博士会不会注意到自己改善伽马炸弹 如果发现了也许班纳博士还会感谢他呢 听完托尼的回忆后班纳博士释怀了 所以如果当初不是托尼改良了伽马炸弹 那么现在的班纳博士已经被炸死了 班纳惊呼道 所以如果不是因为你改了炸弹 我早被炸死了 托尼没有抬头回答道 你会死的 班纳羞愧难当 也许我死了对大家来说更好 托尼顿时怒了 他臭骂班纳 让他不要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话 班纳博士继续向托尼史塔克道歉 托尼也向自己当年那么糟糕的行为道歉 这场浩克大战钢铁侠的闹剧彻底落幕 班纳转身离取 表示要去找人来支援 要把托尼从反浩克紧剩的废铁中救出来 托尼嬉皮笑脸说道 去叫索尔 他可是最强壮的 班纳博士越走越远 而托尼却沉默地低下了头 因为故事真正的真相还没有结束 还有一个绝对不能让班纳博士知道的真相 那便是在当年 改良完伽马炸弹的托尼躺在汽车旅馆的床上 托尼让自己手机的人工智能 帮他写了一封邮件发送给班纳博士 托尼把自己今晚改动伽马炸弹的事情 他在引爆实验前再度检查一次伽马炸弹 最后落款 你永远的坏朋友 托尼史塔克 当天夜里班纳博士的确收到了这封邮件 但班纳博士只看了邮件标题来自托尼 炸弹有问题 当时正在气头上的班纳看到邮件后 以为托尼还在羞辱他 于是他直接选择直接删除邮件并屏蔽发行人 然后变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 他当然没有去检查伽马炸弹 托尼知道班纳肯定没看这封邮件 因为班纳如果看了邮件 那么肯定会检查伽马炸弹 如果真的检查了伽马炸弹 也就不会诞生浩克 也就是说 真正导致浩克诞生的人 其实是班纳博士自己 而托尼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没有导致浩克诞生 还不能让班纳博士知道事情的真相 如果他知道读一封邮件就能阻止这一切 那班纳博士肯定会彻底崩溃的 这便是班纳博士的傲慢 也是第七原罪 下期视频 索尔居然还有姐姐 天使安吉拉登场 索尔洛基两兄弟来到传说中的第十届天使之国 邪恶女洛基登场 再邪恶与善良反复横跳 那么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更多精彩竟在下期 原罪索尔与洛基 感谢小伙伴们能看完本期视频 希望可以关注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或者点个赞以及一键三连支持一下作者 甚至评论两句发个弹幕说说话 也能让作者感到开心 拜托拜托这真的对我很重要 有想看的漫画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就有可能被选为下期视频的题材哦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